昨天在历时三年的精心保养维护工作后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秦陵一号铜车马 搬迁至秦陵铜车马博物馆并安放在展柜中 至此两圣秦陵铜车马终于一并在其出土地点面向公众展出 据了解1978年在秦始皇帝陵西出土了两圣青铜马车 结构完整雕塑精美工艺精湛 秦带工匠运用高超的制作技艺 逼真的再现了秦始皇帝御用马车的原貌 这两圣铜车马于上世纪80年代完成修复 并在秦陵博物院陈列厅公开展示 2021年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 在距离铜车马正式发掘地点仅200米的地点落成开放 秦陵二号铜车马当时就搬迁到了该博物馆 并正式对观众开放 一号铜车马则在原来的文物陈列厅 进行就地保护修复工作 4月18号 一号铜车马完成养护并移库 搬迁到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正式展出 两圣铜车马在他们出土后首次在原址聚首